早呀今天是工作日 胖哥已经去上班了 我之前已经帮他把这个早餐做好 现在开始做我自己的早餐 今天呢我会做这个烤三明治 用到的是这个白面包 就是切片面包 然后里面呢我是会放果酱 有一片是会放果酱 一片是会放这个芝士 之后呢还会给自己煎个蛋 那用到的机子呢是这个 这个是我这两天入的一个 做三明治的一个机子 刚才我给胖哥做了这个早饭 然后他带去公司了 首先呢我先把这个机子插上电预热 它插上电以后就会变红灯 红灯就是已经是power on 然后它现在预热 足够热了之后呢 这边的一个绿灯就会亮起 那我现在可以先准备一下那个面包 取四片这个切片面包 这个面包还挺薄的 不是那种厚切 厚切如果四片的话肯定吃不完 而且厚切的话那个机子里面也放不进 接着呢我会把这个面包的边去除 这个面包边啊可以放在烤箱里 做面包干也挺好吃的 平时如果做鸡蛋色拉的话 我也会把这个边去除 好那接着呢就是来抹一下这个果酱 果酱呢我是在tarly买的 这次买的是这个raspberry的 嗯我觉得嗯还可以吧 我喜欢吃的果酱是要有一些些酸度的 这个酸度还不算特别高 然后把果酱铺在这个面包上面 喜欢果酱多一点就多抹一点 但是我通常会避开这个边的部分 因为我怕刀刀划挤压的时候 果酱会溢出 嗯 一块 我刚才给胖哥做的都是果酱 那我自己做就是一半做果酱 一半做芝士 放两片吧 嗯 这样直接放进去 我不知道会不会溢出 试试看吧 现在机子上的这个绿灯呢 已经亮了 说明它的温度已经到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打开 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把这个面包放入 最后就是按压上 通常这个三明治差不多烤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自己掌握好时间 做三明治的同时呢 在一旁煎个蛋 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分钟 我觉得应该好了吧 就把它打开 啊 旁边的芝士有一些溢出了 有可能是我芝士塞的太多了 放一片就可以了 那现在就把它拿出 果酱的这一面就没有溢出 芝士塞的太多了 我把旁边的芝士给吃了 好好吃哦 软软的 这一半是这个果酱的 这一半就是grilled cheese的 哇旁边的芝士都露出了 大家看 哈哈 虽然露出了 但看着好有食欲啊 我刚才按着这个三明治中间的对角 把它给切开了 好香啊 我就喜欢这种烤的香香脆脆的 然后一个蛋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这就是超级好吃 舀上去就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软软的芝士 这个果酱的也好棒 今天中午呢 是我一个人吃午餐 我打算做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想做一个香辣鸡爪 鸡爪是胖哥哥不爱吃的 所以平时我烧的话 只有我一个人吃 这个是小米椒 那还会要准备葱姜蒜 然后会放魔芋 最近真的是疯狂爱上魔芋 所以我会把这个魔芋 放入这个鸡爪里面 然后呢 我会蒸一些年糕条 这个是韩国超市买的年糕条 它和那种冷冻的年糕 完全不一样 这些冷冻的年糕 就是比较Q弹 这个呢 就是吃起来非常的软糯 因为它买的时候是现压的嘛 就买的时候 它那个年糕还是软的 就是机器刚压出来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爱这种软糯的年糕 我自己的吃法就非常简单 就把它蒸一下 然后撒上糖做糖年糕吃 我这次买这个鸡爪 还特意买了一盒比较小的 因为我一个人吃的话 料就不消很大 首先我要把这个鸡爪上面的这个指甲都剪掉 待会儿回来 我刚才剪了一半 觉得一个人吃这样一盒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弄了半盒 下次还能做一次 先把这个鸡爪焯水一下 焯水的时候我放了一些大料 放了香片和这个八角 把磨浴呢切完之后也焯一下水 小米椒的话 我准备三根吧 因为这小米椒超级辣的 接着呢准备一下这个葱姜蒜 把姜切成细条状的吧 然后这个小米椒我已经蓄了大多数的籽了 然后把它剪小段 哎呦妈呀太辣了 这个葱段洗完之后呢 我就会把它切成小葱段 这样子不会把它切碎 好然后还要弄一些蒜 蒜就把它作为整蒜来用 不用把它弄碎了 这个鸡爪还是要煮一会儿的 我喜欢吃那种比较软烂的鸡爪 像这种红烧的鸡爪 我比较喜欢吃软烂的 但是如果是那种卤鸡爪 我就喜欢吃那种有点嚼劲的 现在这个葱姜蒜还有小米椒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再放入一些这个花椒 炒锅里呢加入一些油 我们先要炒一下那个香料 油热了之后就倒入我们刚才准备的香料 炒出香味之后呢就可以放入鸡爪了 然后呢放入沥过水的这个磨浴 加入这个料酒 可以多加一点 放入老抽 一些些的生抽 之后呢就是加入水 水量我通常 哎呦妈呀太辣了 水量我通常会加到和这个鸡爪持平 然后盖上锅盖 让它煮到这个鸡爪软烂 那这个年糕呢我把它切成段 就是一根年糕一切二 然后放入小碗里面上锅蒸 因为这个已经是冷藏过了 所以我现在再拿出的时候呢 就需要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现在这个鸡爪呢已经很软了 准备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在出锅之前呢我会撒上一些糖 我刚尝了一下有点辣呀 这个是我今天一个人的午餐 待会儿啃鸡爪的时候去看会儿片子 这个年糕条蒸完之后呢 上面我也会撒入大量的糖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糖年糕 待会儿这个糖就会融化了 因为这个年糕条非常的热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一个人的午餐啦 这个是香辣鸡爪里面放了魔芋 还有这个糖年糕 其实年糕也可以放在鸡爪里面 但是我想吃一咸一甜的 这样就是味蕾是比较刺激一点嘛 那我开始吃午餐啦 现在开始做晚餐了 今天的晚餐呢做的比较早 因为我会做个肉 那个肉呢是比较费时的 就是这个东坡肉 东坡肉其实不是很难做 但是就是比较费时 总共的时间要差不多两到三个小时 除了这个肉呢 还会做一个青椒炒豆腐丝 这个青椒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会炒个蔬菜吧 我有可能会把这个青菜放在东坡肉旁边 或者是简单的清炒一下 今天这个五花肉呢是半块 之前另外半块呢给我做的梅菜扣肉 我今天做这个东坡肉呢会把这个半块一切四 东坡肉我通常都会做的比较大块一点 东坡肉通常是就是偏方形的嘛 然后这个把它一切二 就大概的是一个方形 因为肉也不可能也是正正好好是方形的 对吧 这样一块这样一块 然后一共是四块 明天胖哥不带反 所以我今天晚餐不用做的很多 那有些人做东坡肉呢会用绳子把它扎起 我就不扎了 因为我这个肉还挺大的 我觉得它不会到时候很碎 现在呢就要把这个肉焯水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来准备一下这个葱姜 因为一烧东坡肉会把这个葱和姜 平铺在锅子的底部 那我们这个葱姜就要稍微的多准备一点 然后葱呢就把它切成葱段 姜呢把它切成姜片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葱姜还会放入冰糖 东坡肉不需要加太多的香料 大量什么我通常都是不夹的 最主要就是用葱姜冰糖 然后还有生抽料酒这样子 料酒用花雕酒或者是绍兴酒 今天这个东坡肉呢我会用铸铁锅来做 先把葱姜平铺在锅底 只要放平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的讲究 然后放上我们超过水的这个五花肉 现在呢是把这个肉皮朝下方 倒入这个料酒 料酒可以多放一点 老抽 放入一些生抽 加入冰糖 冰糖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因为东坡肉的口感是偏甜的 然后呢我们就是加入温水 我通常会加到差不多和这个肉持平 接着呢我们就是盖上盖 大火煮开以后小火炖个两小时 今天的这个小青菜呢我准备是整颗烫煮一下 把它放在东坡肉的下边 然后加上东坡肉的汁 现在把这个豆腐丝 撕开 它是一捆一捆 豆腐丝撕开以后呢 我会把它焯水一下 这样就可以去除一下这个豆腥味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也可以不用焯水 就把它简单的清洗一下就可以 现在这个铸铁锅里面已经有肉香飘出了 现在这个铸铁锅里面已经有肉香飘出了 今天这个煎姜稍微多放一点 有时候这个菜啊就是放的时间久了就坏了 如果不趁着新鲜吃的话 放这点吧 另外一点还可以做一顿 因为我还有一包豆腐丝 现在我先把这个头部去除 之后呢就把这个尖胶剪开 把里面的籽去除 一会儿回来 这个尖胶啊就还可以 中午那个小米椒真的是太辣了 我就先把它一切二 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切成条吧 可以尽量切的细一点 但是小心手切的时候 完成 今天呢准备一些蒜 然后把这个蒜切片就可以了 放在这个青椒丝旁边 这边水开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豆腐丝放入 稍微的烫一下 现在这个东坡肉呢炖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哎呀 蒸气 这个时候呢稍微的加入一些盐 好 然后再盖上这个锅 再继续炖半小时 这个东坡肉啊之后还要上锅蒸 那上锅蒸的时候呢 我会加入几颗红枣 就拿个三颗或者是四颗 其实你不加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喜欢加入四颗红枣 这样就可以增加那个肉的香气 红枣稍微的冲洗一下 不用去壳 但是可以剪个小口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好的释放枣肉的香味 现在呢这个肉呢差不多已经炖了两个小时左右了 我准备把它移到碗中继续蒸 其实这个肉已经很酥了啦 但是再蒸一下的话会更加的入口计划 我会把肉呢放入这个碗中 但你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肉给弄破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肉已经很酥了 那放的时候呢肉皮朝上 这样放 我不知道这个碗四块放不放得下 刚才那个小碗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那我把肉呢全部放入了这个碗中 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现在这个肉已经很酥了 就是很容易破 接着呢就把锅子里面的这个汤汁倒入 然后呢丢入我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红枣 好 这样稍微放旁边一点 之后呢裹上一层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 这个保鲜膜一定要这种防热保鲜膜 上面呢我会撕一个小口 好 锅里水烧开之后呢就放入这个碗 然后盖上这个锅盖 继续蒸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呢做这个尖椒豆腐丝 在炒锅里面加油加热 油微热的时候呢加入我们准备好的这个蒜片 之后呢加入超过水的这个豆腐丝 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些许的水 盖上锅先把这个豆腐丝煮一下 这个豆腐丝很容易就软了 因为我之前超过水了 现在这个水分差不多要收干了 就放入尖椒丝 再加入一些盐 如果你前面盐已经一次加厚的话 现在就不需要加了 盖上锅稍微焖个一两分钟吧 尖椒撕软了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就差不多了 出锅之前撒上一些些的鸡精或者是味精 好嘞 好嘞 关火 煎焦豆腐丝完成 水烧开之后呢就把青菜放入过一下水把它烫熟了 撒上一些盐 就是可以让青菜的叶子保持绿色 烫个三四分钟以后就可以捞出沥水备用了 我们的冬坡肉出锅了 我们的冬坡肉出锅了 超级香真的是 撕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它就是肉香夹杂着那个枣香 哇 好香 好香 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皮上面有一些给我弄破了 但都是蒸汽 我现在准备把它移到这个盘中 现在盘子旁边放入我们刚才已经烫过水的这个青菜 青菜的水呢最好是瀝干 如果有水的话 待会就会稀释掉这个肉汁 很嫩很嫩这个肉 一块 两块 这边放最后一块 好嘞 可以把枣子也放上 然后撒上这个汤汁 我们的冬坡肉就好了 那今天的晚餐呢就完成了 这个是冬坡肉 我刚才用筷子吃了一小块 真的是入口计划 冬坡肉烹饪的时间一定要长 这个和红烧肉还是有些区别的 红烧肉呢 其实它吃上去还是会有一些些肉的紧致感 那冬坡肉呢就是要入口计划的那个感觉 所以烹饪的时间一定要久 另外一个菜呢就是这个尖椒炒豆腐丝 就这样吃了